大家好,我现在青海省西陵市 我的旁边现在是西陵的体育中心 我们过去参观一下 左边的房子就是,看一下超大的建筑啊 我来看看能不能走进去参观啊 这边应该是大门口 这个地方好远哦 从我住的那边到这里至少有八公里了 坐着公交车 这边是海湖新区 今天我们就在这边游玩 把海湖新区全部走完啊 远处的高楼大厦 这里和我住的那边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道路更加宽阔 第二个楼房特别的新 哇塞,这个体育中心可以啊 不错吧 这个场馆怎么样 它这边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建筑 一个两个加这个是三个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 那就是踢足球的嘛,是吧 它这个设计是楼空的一种设计 那下雨不防水啊 那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可能是室内场馆 进来了,看一下这周围 嗯,住在这周围的话 闲着没事就可以到这个体育中心来玩 不过这个建筑确实够大 一般省级的体育中心啊 建设规模都是特别大的 但它这个估计是进不去的 它那边有个铁栅栏的门啊 我们走到那个门口看一下 有楼梯,但楼梯那边都有铁栅栏给阻挡起来了 所以说你是进不去的 这个里面坐个几万人是轻轻松松了 然后这边有个小一点的 这是篮球馆应该是 这个车不合格 这边有个楼梯没有被铁栅栏给拦起来 它是楼梯球的 边上是跑圈的 嗯,这个体育场还是可以的啊 相当的大 嗯,看演唱会 他们就喜欢在这里开 行,我来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走进去 继续往前走吧 这个我走过碾道门了 全部都是锁着门的 它应该是有 但是我们边走边看啊 等一下就遇到了 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要是遇不到就再说 这边是打篮球的 那前面那个是打有毛球的 有可能 好多鸽子 哎呀,我觉得做一只鸽子 真的特别开心 有的吃有的喝 还有人喂 还能飞 多好呢 我就喜欢飞了 哎呀,但这个梦想 作为人类是实现不了的 人类再怎么飞 它都不可能像鸽子那么舒服的飞 前面有很多 好像是大学生搞军训啊 我们过去看一下啊 这是不是大学生啊 看着有点像 走继续往前参观 还好今天不热 他们军训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大学生 应该是大学生 因为头发有长有短 是吧 他们就利用放暑假搞军训嘛 所以说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军训 应该都不严格 就随便带大家玩一下 我觉得军训还是应该要严格一点才好 哦 那边远处那个很大的一个烟囱的冒烟啊 好像那边有工厂 我知道了 这个工厂你这个 这个地方有点近啊 这边都是居民区啊 这里是海湖新区 这个工厂应该要远一点才好 哦,我知道了 那就刚才他们进的那个门口能进去啊 这边是儿童乐园 有三个小朋友正在那里玩耍呢 那个应该是华草 哎呀,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玩的 我们小时候都是玩黄泥巴 坐汽车 都是玩这些 远处有个大桥 那个大桥是一个单塔斜拉桥 那那个水有可能就是那条 那条黄水 我们去看一下 等一下把这里转完了再去 这个也挺好玩的 这是什么 反正往上爬的 爬到最顶上再往下爬 哦,还有滑滑梯 挺好的吧 那边远处是海湖新区的双子大楼 我那天在土楼罐那个地方 就能够看到那个双子大楼 海湖新区唐道637 我在土楼罐都能看得到 但是 很多人他不相信 他说你在土楼罐你都能看得到啊 他说我 他就是不相信着的 实际上我真的能看得到 因为那个双子大楼 你大楼远的天气好的话 你就能看得到嘛 人家不相信 只能说他没有站在我那个位置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